欢迎我们所有的同学们 那我们这节课呢 继续来讲 怎么用AI 怎么用XGPT 为我们的职场进行赋能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是依然是文本类的 我们来讲呢 用XGPT 去给我们自己写工作总结 对吧 尤其是我们打工人的哈 到年中的时候 或者说到这个季度末的时候 很多时候呢 我们要写工作总结 甚至有的企业呢 会以更小的周期为单位 有的是半年 有的是三个月 有的甚至一个月 有的还要写周报 甚至还要写每日的总结 这些 这些东西搞得我们打工人很头大 对吧 不但要做我们正经的工作 还要去应付这样的总结 那么XGPT呢 就给我们提供了 很好的一个工具 而且它是可以迭代去进化的 你在某一个聊天对话框里面 持续地跟它去 让它去改进的话 让它依据你实际情况去写的话 或者说你把你剪的工作 给它描述之后 让它去给你阔写 对吧 让它给你写得更丰富 让老板看起来 好像确实做了不少事 有这样的感觉 我们用这种情况 我们这次呢 以老师为例吧 来举几个简单的例子 但是呢 各位同学 我举的这个简单的例子 它是没有日常工作实际的背景 做支撑的 你在应用的过程中呢 其实你的工作是更丰富的 然后你能给到 XGPT的 能给到AI的这个 丰富的工作背景 或者说你已经在做了 哪些实际的工作 它会根据你实际的工作 来生成你整个的工作总结的 所以说呢 我做这个示范 我做这个这个 实操的演示啊 跟你实际的工作中呢 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我做的这个比较简单啊 也是抛砖引语 好吧 我们进入到 今天的实操当中啊 我们以老师为例啊 我们先让他写一个简单的 好吧 写一个简单的 教师的 工作总结 好 我们在这里啊 其实不加中国也没有关系啊 我们用中文给他提问的话 他其实就是默认我们所在的这个国家啊 对吧 写一个教师的工作总结啊 其实只要一个简单的提示 他就可以开始写了啊 如果你后面有什么样具体的工作呢 或者说比方说啊 本年度啊 本年度啊 这写一个帮我吧 帮我写一个教师工作总结 本年度我主要有三方面的工作成绩 学生 嗯 这个就业率吧 好吧 就业率 提高 10% 然后呢 这个建议勇为一次吧 我胡说啊 就建议勇为了哈 勇为一次啊 但是这个可能不算工作总结啊 嗯 然后呢 这个帮助其他同事 十次了 不管他啊 随便写 好吧 请帮我写的详细一些 好 我们先简单的给他一个提示啊 我们简单的给他一些提示啊 让他来帮我们去完成这样的一个工作总结啊 当然了 我那里边的这几项啊 说了这个学生的就业率提高了 就可能跟教师的工作有些关系啊 其他都是胡扯的啊 但是我只是为了给大家这个举一个例子啊 你要结合你实际的工作的内容 让他去帮你写 当然你如果只写一个啊 给我写一个教师的工作总结 他也能写对吧 他会给你一个更加通用的 更加这个通用的这样的一个模板啊 好啊 他开始写了啊 尊敬的领导啊 我本年度怎样怎样 我主要用 一下是详细的总结 我们虽然给了他一个简单的信息啊 但是根据这个信息呢 他就开始去编辑了 对吧 我们不能叫胡编啊 编的还是非常有逻辑性的 大家可以看到 在本年度中我担任啊 是毕业班的班主任啊 对毕业生就业问题非常重视 积极主动的和学生进行沟通 深入了解学生的实际情况 为他们提供的个性化的就业指导和服务啊 然后呢 我自己怎么样怎么样 说的非常符合我们中国的语境 对不对 非常符合我们行文的 这样的一个习惯啊 我建议我一次 怎么有为的呢 在一次操场的事故中啊 怎么样怎么样 还帮我脑补个整个的场景啊 还帮助我其他同事十次 还帮助我工作生活什么东西啊 记得好 这就是一个示范哈 当然一个教师啊 这个建议我也很帮助他同事呢 可能都不是他的主要工作哈 我这样去写呢 就是给大家一个这个 简单的提示吧 好 那我们让他再写一个啊 我写一个班主任的工作总结 他会给出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啊 其实我们在利用ChantGPT也好 利用其他的AI也好 去帮助我们去组出一些工作上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可以在同一个对话框内哈 比方说 这有一个啊 我们的对话框 对吧 你你新写了这样的一个对话框呢 以后你有任何有关啊 工作总结的这样的东西 都可以继续在这个对话框里边 让他去帮你去生成 因为在这个动作框里面 他会记录以前你怎么跟他沟通的 以前你给他的什么样的信息啊 他会继续往下续的啊 如果你另开一个New Chat呢 就是新的聊天的啊 你之前的那些数据啊 就被遗忘了啊 或者说被清空了 他就会重新开启一个啊 以一个全新的面貌跟你去沟通 那么你在原来的这个这个里面呢 啊 你比方说我把这个啊 写成哈 老师工作总结 那么你每次需要写工作总结的时候 你就回到这个啊 对话框里面啊 重新啊 把你最近的一些工作输入进去 把你最近的一些工作内容 对吧 告诉ChanceP 然后让他依据你最近的一些情况呢 根据你新的这个工作的内容呢 去给你生成新的工作总结 这样呢 他又会对你更了解 对吧 生成了这个情况呢 也和你的这个实际情况更加相符啊 大家可以看到 他帮我生成了这个班主任工作总结呢 还是非常符合我们中国人啊 或者说一个中国的老师 他去行文的这个习惯呢 对吧 坚持带头做好 本职工作啊 然后积极关注学生的情况 第三呢 关注同学的生活和性健康 第四组织 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 我们读起来 似曾相似的感觉的吧 然后跟家长保持密切联系 非常好啊 好 那我们让他给学生写评价 我们再来写一个啊 给一个调皮导弹的学生写一个鼓励的评价 让他给一个调皮导弹的学生写一个鼓励风格的啊 或者说鼓励方向的这样的一个评价啊 好 我们看他会怎么写 其实这个工具呢 对于不仅仅对于老师这个这个职业来说啊 其实我只是拿老师的职业啊 进行一个举例 因为大家呢 我们都当个学生对吧 对老师的这些工作呢 还是比较熟悉的啊 如果举一个其他行业的话 可能这家同学听起来会比较陌生啊 好 我们看他怎么给的这个评价啊 他这抬头是对家长说的 对家长说的 对家长说吧 其实我们可以通过改变这个指令 去改变他这个前面说话的对象啊 您的孩子怎么样怎么样 表现个好奇心和勇气 喜欢探索啊 但是我希望您知道 我们非常欣赏啊 让发挥他出优势啊 会成为 还是写的非常到位的啊 情商还还可以啊 能打个八九十分 能打个八九十分 就是这一句有点过于直白了 对不对 在学习的工作中 他有时候会有些调避导弹 这个 其实可以换一些词语什么的啊 好 那我们这一课就到这里了 这就是一个简单的示范啊 大家在写工作总结的过程中呢 可以结合自己的实力工作啊 结合自己实力工作的内容啊 反复的在一个这个废话框里面的去训练你的AI更了解你 然后结合你的实力工作呢 给出你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完善的工作总结 好 各位同学我们下节课再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